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的这间教堂外 一群人聚集在门口连宠物也带来 一起庆祝西班牙的传统节日圣安冬节 神父则准备好就在门口拿着圣经开始祈福仪式 这个祈福仪式相当特别 专门要为毛小孩祈福 神父结束祈祷 开始拿圣水往大家的宠物身上洒 从一般的猫狗到小鸟和公鸡 都可以接受神的祝福 相传圣安冬是独自修行的僧侣 过着简约刻苦的隐居生活 只有动物陪伴在身边 也因此圣安冬被视为是动物的守护者 西班牙和过去的殖民地都很重视圣安冬节 神父带领众人和毛小孩一起祷告祈福 更是不可少的重要仪式 这间教堂虽然不方便让动物进去 但是可以让四祖和宠物在门口照相 贴近教堂和圣像 人和宠物都能得到心灵平静和主的庇护 庄社综合报道